台湾第一部讲述台湾环境的空拍电影 看见台湾 2013年上映 片中高雄后镜西一片污浊 严重污染环境引发过人震惊 睡了两年 导演齐柏林发表摄影集 记录台湾这十年来 令人屏息的绝美世界 和多元融合文化 宛如沮丧版的看见台湾 从来没有一个人 可以用像鸟一样 像一片云一样的高度 去认真的去观察台湾 台湾的美 台湾的真 人类不知不觉摧残着自己的故乡 两年前的纪录片 看见台湾美丽又震撼画面 震惊全台 万人永度日月潭 暗与暗之间 往返着对生命热切又渴望的心 野放的梅花鹿 在恒春半岛自艺游戚 悄悄寻回生命原始自在感 还是花莲玉里稻田 一步一脚印看见台湾 从高山到平地 农村到都市 纪录片导演齐柏林 搜集了十年来的空拍作品 发表摄影集 透过空拍 记录台湾令人屏息的绝美世界 宛如纸板看见台湾 台湾这块土地 是我们每一个人 生活生长生存的一个地方 我们当然希望它越来越好 环境越来越好 生活越来越好 高空俯瞰人类渺小 大自然壮烈绝美 令人叹为观止 但透过空拍 描绘出的地球伤痕 也让人再次唤起 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使命 宽宇新闻 张龙甫刘一如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